王牌交易所会给出一道人生选择题 每道题八个选项 在录制开始前 先由现场观众选择一个选项进行投票 我们将根据观众的投票结果得出一个排序 而四组投资合伙人 要根据自己对场上观众的分析判断 选择一个他们心目中排名最高的答案进行投资 每组拥有的启动资金是100万 如果说你投资的答案在前三名 投资将得到答案选项百分比乘以不同系数的增值 如果投了后五位的答案 投资将会产生不同百分比的贬值 最终获得财富最多的一组就是今天的金牌投资合伙人 王牌交易所马上就要开张了 他这只股票不错 那只也不错 现在每一组有100万的原始资金 我们的人生的一个选择题 现场的观众都已经帮大家做过自己的一个判断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轮你们面对的选择题是什么 每题有八个选项 请看题 朋友向你借钱不还 没有还的迹象 你该怎么办 大家商量一下 上法院告他 我觉得有点像这个 聊天中暗示自己最近生活窘迫 这个 告诉共同朋友他借钱不还 可以 恶心恶心的 恶心恶心的 投多少钱 投五十万 确定 投资完了 投完了 已经成功一半了 看着自信的脸 这高昂的下巴壳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演气贪心 你觉得呢 就这个 我们投二十万 对 好吧 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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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万当时吗 一百万冲动了 这一次 八十万 赢了我们俩就飞黄疼打 万一输了呢 结 输了我们就 东山再起 没钱了 没钱了 或者九十九万都可以 留一万块钱 对 留一万块我们吃饭 一万块OK的吗 OK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在认认真真的分析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了这种事 到底自己是怎么做的 借完我就不会再提了 我们俩的限额是多少 在你的最大的底线之内 借给你们俩 最大的底线 哥 以我们的关系 倾家荡产 不是 我觉得有一个前提 就是 一是看你的偿还能力 当然 二是这个江湖救急 我觉得多钱可能都借 像那种这个诸多的不良嗜好 完了之后也 人品也不咋地那种 那你就要 我凭本事借了他 凭什么还给他 说得死得太好了 叶叶你是遇到过这种人吗 怎么说呢 我还真有 我甚至跟那个人绝交了 绝交了 对 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很好的一个同学 后来他有个毛病是什么呢 我还给你五千 给你一丝希望 我再找你借三万 我还给你八千 我找你借五万 后来再也没联系过 有时候你借给这个人的钱 这个人账上 忽然多了十万块钱 和忽然少了十万块钱 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跟腾哥借了十万块钱 我这次发工资了 发了十二万 我就想着 我的天哪 如果我不还你十万块钱 我就有十二万 对 但是我就忘了 我跟你借那十万块钱的时候 那感觉了 我以前更傻 别人还我借钱 我自己没钱 我管我 我借钱借给他 完了最后也是 都是不了了之 没问题了 也没有还给你女朋友 后来变成我老婆了 实在也是还不上 只能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 在生活当中 我相信家家户户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都会 但是呢 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根据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 好好地去进行一个考量 我们来看看 现场的观众朋友 在这八个答案当中 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好紧张 排名最高的是聊天中暗示自己最近生活的窘惑 他都赢定了 好厉害 对不起 我们俩不光选择的第一个 我们俩还投了99万 好过分 我们给自己留了一万块 留了一万块 我们姐弟俩到时候租房子生活 真的 还可以东三再起了 你觉得你手里还没俩钱 谁跟你租房子 这一万块钱留住了 来看一下目前 把他们踩在脚底下 各队拥有的资金情况 好激动 三楼 我们还不是最低的 我还好还好 赔了百分之四十 因为目前 又来到了王牌交易所 还是来判断 现场那么多观众对于第二题 你觉得最让女生生气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是不是胖了 胖了 胖无所谓 胖无所谓呢 好难说 我觉得是多喝热水 对不对 这个为啥呀 多喝热水不是关心的话吗 因为现在干啥都让多喝水 我累了 多喝水 我生气了 多喝水 多喝水 小同事说胖了就会让你生气 对 除了那个之外都不生气 就是你是不是胖了 生活当中谁会在你面前说这样的话 我妈 我妈就会说你的脸 胖了还是肿 就会很挫火 因为明明就是已经控制很好的那种饮食 好 我觉得最伤人的话 你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你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我觉得是我 因为我感觉 我觉得女生好像很多都很在就是说 最最怕的就是 花儿啊 说说了一点小事 我不是说别的啊 就咱俩吵架你说多大点事至于吗 还挺帅呢 真的吗 对对对对 林姐 比如说挂花跟你说多大点事至于吗 和我跟你说多大点事至于吗 我们试一下 为什么 挂花吵架不要这么帅好吗 你不用这么帅 你不用管 你不用管 为什么 又把钱借在腾哥 多大点事至于吗 你怎么说怎么试了 哎呦 哈哈哈哈 我看明白了 我再演也是自取其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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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嗯 连前 我不要理你 不要理你 哈哈哈哈 连前面那个前队都没有吗 你快点吧 哈哈 多大点事至于吗 那行分手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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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个缤分组合怎么判断 哎 你有没有跟你老婆这样说过 我 我觉得就第二句吧 第二个哈 可能吧我说过吧 说过呀 你这么想我没办法 哪里刷的时候是什么表情跟他说 就是就就我一说这个然后就和好了吗 啊真的啊 呀哈哈哈哈 哦这样的吗 我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同意刚才这个贾琳分析的 嗯对 哇 男生说这八句话的时候他情绪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二和八五都是说说的时候 男生说的时候他也是带着气的 对对对 什么样子的呢 比如说啊 嗯 我不想跟你演啊 哈哈哈哈 每组考虑一下 现场观众选择最高的是哪一个答案 咱就选这 你是不是胖了 胖 拳头 什么你操作 合我多少 五十万吧 五百 我觉得是这个 多点事儿至于吗 咱们投少点吧 既然我们俩意见不同意 可以 我们有零钱吗 等会儿 我们有九千零钱 好九千 结束了吗 真费劲呢 越有钱越抠 九千啊 九千 好所有人投资完毕 来看一下这轮观众选择的答案 你看 五千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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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他们投了好多钱 你们投了多少 你们投了多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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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这个市场上最 越是有钱人越谨慎 哈哈 啊明白 哈哈 怎么了 二位兄妹 哎我们先问一下腾哥 投的是什么呀 腾哥上一轮还有八十万对不对 这轮投入了多少钱先跟我们说一下吧 好 all in all in all in 投的哪一个 我 信任了我的妹妹 你是不是胖了 我先问一下啊 到时候输赢是看我们整个家族的总和吗 看个人 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的组合 哦 哈哈 哈哈哈哈 看一下你们最后的金额来 目前的数字是 No more one 哎呀 从我刚才这轮比拼 我发现贾乃亮 他不仅是做演员了得 而且玩游戏 同样一把好手 主要是我队友发挥的好 激发了我无限的潜能 哎呦 和我们的王牌奶粉能力多一样 科学配比 多重关键营养 精确配方 激发潜能 哎真的是啊 能力多 能力多 确实是王牌奶粉 期待你可以继续激发潜能 继续能力多多 继续 好了又到了我们的投资环节 而且是今天最后一轮投资环节 赌一把大的 我们要不要拳杂 拳头all in 那接下来我们来先看一下第三题 人生选择题是什么 和朋友绝交的理由 朋友突然比我有钱了 永远记不住我的生日 绝交 爱上了同一个人 绝交 跟我讨厌的人做了好朋友 绝交 背后说我坏话 绝交 一起吃饭从来不付钱 绝交 特别喜欢凡尔赛 绝交 大嘴巴他守不住秘密 绝交 哥你还有朋友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咱俩选第一个吧 哈哈哈哈 可以可以 嗯 这个是我觉得绝对接受不了 四是我绝对接受不了 难受 说我坏话吧 肯定是这个 我试过 这种人最讨厌 说实话我四哥 而且我真的跟他绝交了 当着是朋友背后去背叛你 那你呢 背后就他了 我觉得是这个 那我们不如一百万吧 不可以 可以 我觉得投这个肯定没错 不会输 不会亏钱至少 真的吗 至少不会亏钱 所有人都已经选择完毕了 我们先来听一听 大家在生活当中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就聊闲天 把他背后说话这个 就是嚼舌根子呗 就他主要是他在你面前 他还可以说那个人 然后他可能还跟那个人 再说回你 我也受不了朋友讲 背后讲坏话 就是你把他当朋友 你都愿意展现出 你的缺点来 但是他把你这些缺点 拿去跟一些 你不熟的人去讲的时候 就会觉得他其实 没有把你当朋友 对 我最近也有 也有给一个很好 很好的朋友 在我背后说我坏话 我很想害很想害 我就决定算了吧 然后我就放下来了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观众在这道题上的答案 最高的是背后说我坏话 彤哥的表情凝固了 你们是朋友突然比我有钱 是吗 受不了了 你没觉得我现在跟你的感情 越来越疏远了吗 你们两个有钱的朋友在这儿呢 马上进入最终验证 我们接下来马上要揭晓 各组投资的最终收益了 首先看一下本场 投资最失败的那组 第四名是 最后一年出来 突然不关心第一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晚的第三名 冰分组合 厉害 耶 究竟谁更胜一筹呢 背后说我坏话吧 也确实不好 那就这个 陈寓 胜不在此一波 相信我背后说我坏话 是 请揭晓 好 哇 哇 哇 他们也全部 全部 最终在王牌交易所 获得敲出机会的是 月亮组合 菲菲来来来 哎呀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金牌投资人了啊 来来来来